不少青年人都很注重升学就业发展 但今次的市政报告就较少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是呀,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青年驱动的政策研究主任 张扎权先生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青年发展的意见 你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Charles和你做访问 欢迎来Charles 谢谢你的邀请 市政报告刚刚出了 青年驱动一直都关心青年议题 在今次的市政报所涉及到的青年发展的步伐 你会否满意呢 大体上我们都认同一个方向 但可能是具体意见方面 我们认为政府要多一些陈述 尤其是我们对于一些新兴的青年的问题 除了住屋以外,住屋就比较显著 如果住屋以外,例如我们报告中提及的 吸毒的问题或是一些援交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政府需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去证实 但可能就是有一个 今次因为着密了在其他多人关心的范围 就比较少着密在这些范围 我们认为政府都需要多一些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涉不涉及到你预期的部分 其实预期都有的 尤其是住屋方面 其实是一个整体社会的一个土地供应 和房屋供应的角度出发 其实我们都觉得那个方向是好的 但可能在青年宿舍方面 我们都觉得是有一个 涉及的问题政府需要考虑的 涉及问题就是在于一些青年人 可能他翌日有青年宿舍 之后他们如果到了某个年龄 之后要迁出这个青年宿舍 他们住屋的需求是会不会有困难呢 可能这方面的涉及问题 政府会想多一些 又或者其他方面的 例如教育 其实政府都提出了一些的建议 又或者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支援一个就业的培训 其实这些都是政府有提出的建议 但可能就需要来着 希望政府真的做到他所说的成熟一项 推出一项 很多人都说现在工种是减少了 令到青年的出路收窄了 你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呢 其实我认同的 有两方面 一方面香港过去的确是 侧重了某些我们所谓的 传统的支柱行业 但是如果是一些新兴的产业 一直都指纹楼梯响 欠缺了一个实质的政策的支援 尤其是一些艺术发展 一些电影等等的新兴的产业 其实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政府投放多一点的资源 有多一点的工种走出来 尤其我们知识人的社会 就不是我们只得几种的行业 是给青年选择的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行业 去给青年选择 现在香港就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有工没人做 有人就没工做 其实香港未来有很多大型的基建工程 你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年轻一辈 加入劳动人口 例如建造业这些行业去发展 其实我支持有多一点的选择 最重要是 因为始终是我们青年人的 就是他个人的发展的 就是一个他们的想法 就很多元化的 我们是希望有多一点的选择 当然好像建造业那样 就是传统来说 我们觉得好像很辛苦的 但其实政府都可以 都有一些推广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这方面政府都值得去多一点的选择 去给一些年轻人 其实最重要是多一点资讯 给年轻人知道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做建造业就是建造业的那些 其实多一点资讯 给年轻人接触都是好的 现在施政报告提及到 有未来超过三分一的人 是可以升读这个大学学位 连买科学试 Hideep 有将近七成 那你现在大学学位越来越普及了 你觉得大学位有没有贬值到呢 贬值是有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就是供应 就是人才的供应 我们普及的教育 其实是数量上多了 那它自然是 这个是经济学告诉你 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 人才的需求 如果政府是有措施 能够是扩大了的需求 就像刚才我们探索的 有更加多元化的工种 自然贬值压力就会抵消了 所以我认为这两方面 就要看 我们知识人社会自然需要 更加普及的专上教育 但是我们出来的工种 我们的行业的前景 即是一些新兴学业的前景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再去推动 这样就不会出现贬值的问题了 那说到多元化 政府也承诺是会开办更多多元化的 专上课程 会结合很多专业技能 以及融合年轻人的智随 其实富学士或高益这些 应受性一向都不高了 那你觉得政府再开拓这些课程 是不是一件好事对年轻人 富学士或者富学位 我们看都是有一个定位的问题 定位就是我们传统的学士课程 就强调一个通才的教育 富学士和高级文行 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 尤其是富学士的定位是不太清晰的 所以过去政府就好像盲目 就为了一个学位数量 就不断地扩充 但是它的定位 它对于我们社会的功能在这儿 这个就是政府没有好好处理 所以我们觉得 扩大是好事 但是怎样真正有个有因去做多元化 尤其是香港的专上教育 是八大以外 就比较多交给一些办学机构去做的 那我们是需要给一些有因 他们才可以做到一个多元化 既照顾到我们社会的发展的需要 经济的需要 也都照顾到学生个人 他们的兴趣的需要 好像现在high deep 营兽性 还比较副学士高 可以职业道向 就是比较实务性质的内容 是 现在很多香港教育 是以一事定生死 就考香港的DSE 英文行事来做主导 很多学生 除了在学校要有很多补课 也会浪费很多钱在外面 补习社 聘請补习老师 和他们补习 那你怎样评价这个状况 考试是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新高中的课程 引入了通识的元素 在方向上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个全人发展的方向 但是如果刚才提及补习社 或者补习的问题 可能某程度上 会扭曲了原意 所以我们其实青年驱动 都是建议的 是应该好好地 运用初中的阶段 初中的阶段 会有三年的时间 可不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发展他们多元的才能 例如我们建议一个每年一千五百元的科外活动的学习券 让学生可能是市场上 或者一些私人的办学机构 去找一些兴趣的课程 去发展其他方面的才能 既可以融合到他们的 就是个人发展的需要 兴趣 亦都可以解决到他们的经济负担的问题 其实其他学习经历都是重要的 除了课本上知识 课外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青年驱动 建议政府是研究青年最低工资 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会建议政府有这个方针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外国的经验 会是青年可能他们是中学毕业 或者学历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情况 投入劳动市场 可能会竞争力 就会没有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年龄的人士 他们的竞争力会低一点 所以我们建议政府去研究 会不会香港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长期以来 我们香港的青年的一个失业率 都是高于平均 而且数字都是比较高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最低工资 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是值得研究的 如果研究出来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呢 值得去想想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所谓青年最低工资 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水平 举例会不会是 可能略为调低 就会有利青年人 或者是一些相对低学历的青年人的竞争力呢 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但是我们觉得始终这个会不会有些青年人 会觉得可能有些歧视的成分 可能这个就要值得去看一下 有没有实际的需要 我们再去探讨吧 那应该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你们觉得青年最低工资 应该是高于现在的最低工资 还是低于现在的最低工资 比较好呢 一般来说 就可能是略低于一个整体的水平的 但是都是那个问题 就要研究一下 是否有这个需要才去考虑 另外一个很关注的议题 就是青年宿舍 好像在今次的施政报道里面 没有很大幅地提及到这个方案 那你们其实青年驱动 对青年宿舍这个议题 有什么关注和期望呢 青年宿舍是一个好的协助 解决青年人的住屋需求的方案 其实过去去年 政府都有一个具体的建议走出来 也都有不同的机构 都尝试去推行这个计划 我们觉得 一来政府是需要监察实施的进度 二来也都要想起一个中期的问题 那么中期而言 会不会他们要迁出这个青年宿舍之后呢 会有一个就业 就是一个住屋的一个困难在这里呢 这个就需要政府去小心点去看了 那会不会是有一个行接的配套是需要做的呢 那我想这个就是落实的一个监察的问题 那就是更多细节政府都需要正视的 是的 没错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 好多谢Charles接受来访问 多谢 那希望更多青年朋友呢 继续留意施政Online at M1的最新节目 那这个时候就差不多 和大家分享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